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疑问 尤其是之前流传的台湾将获得尖端短程空对空导弹的消息 然而 军方已明确回应 此次F-16机在武器采购 实际上涵盖了美国批准授予台湾的100枚M9X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及四套战术导音组件等配套设备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之前的声明中提到 这批M9X导弹及相关装备的总费用约为8560万美元 提及M9X 我们不得不追溯至响尾蛇导弹系列的鼻祖 M9A 其灵感源自美国加州沙漠中的一种响尾蛇 该蛇凭借体内的红外线感应器官精准捕捉猎物 导弹因此得名 早期的M9A只是红外制导与火箭技术的简单结合 但在1952年的一次试验中 导弹因尾焰热量干扰而无法锁定目标 随后 N9B的诞生标志着响尾蛇导弹系列的新纪元 它在保留M9A导引头和推进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在红外透镜边缘增加负边设计 有效避免了尾部红外线的干扰 并进行了空气动力学的优化 尽管N9B技术相对基础 其核心的红外透镜却能将红外系号成像 并投射至导弹内部的光电传感器上 通过低压变化控制导弹舵机 实现对目标的追踪与锁定 然而N9B易受外界干扰如太阳的影响 因此M9X作为其后续改进型 不仅射程更远速度更快 还能在空战中实现离轴发射 配合先进的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M9X进一步提升了飞行员的操作效能 美国还公布了其他的军售项目 包括价值约8,560万美元的100枚M9X响尾蛇导弹 及4套战术导引组件的采购 以及价值约3 55亿美元的60枚AGM-84L一鱼叉反舰导弹 和4枚训练导弹的采购 还有一项约6 65亿美元的长城预警雷达计划后勤支持服务 这些军售旨在增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和安全水平 同时促进地区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 据透露 三项采购项目中 前两项主要服务于F-16B战斗机 而最后一项 则是长城预警雷达系统的后续维护 在签订M9X导弹采购合同后 预计ATM-84E-X反舰导弹的采购盒 长城预警雷达的后勤支持服务 也将陆续完成签约 在响尾蛇导弹系列的发展历程中 M9C型号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它试图通过 一路飞行员补助目标选择的功能 来解决导弹自主目标识别能力的不足 这一创新设计虽然初衷良好 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M9C或N9C 因命名体系 可能有所不同 采用了尖头设计 并舍弃了红外导引头 转而依赖飞机雷达波进行引导 这一改变 虽然有效避免了导弹物向太阳飞行的风险 但要求导弹必须与目标保持直线对准 限制了其灵活性 最终未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然而 这一过程中的探索与尝试 为后续的导弹研发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随后 M9-1导弹在继承尖头设计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了透镜形状 将视角扩大至56度 降低了飞行阻力 而M9-M则尝试引入电视制导技术 但因当时计算机技术的限制 而未能成功实施 真正继承并发展了响尾蛇导弹特性的 是M9-G型号 其导引头 被安装在可移动支架上 能够进行小角度调整 从而提供了更广阔的搜索视角 在接近目标前 M9-G依赖飞机雷达进行导引 而在接近目标时 则利用红外传感器进行锁定 从M9-G型号开始 降尾蛇导弹 首次具备了超视距攻击的能力 然而 这一型号 很快就被更先进的型号所取代 主要原因是 其矩形导弹内部使用了 易损的真空玻璃和电子管 这些元件的脆弱性 导致了导弹的可靠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H型导弹 采用了晶体管技术 替代了玻璃管技术 提高了导弹的可靠性和性能 从1952年降尾蛇导弹的 首次射击尝试 到1966年H型导弹的问世 这14年间 降尾蛇导弹 一直使用电子管技术 这一事实 可能让人感到惊讶 但考虑到当时的技术背景 这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发展阶段 同样的 苏联的米格25飞机 也使用了电子管技术 这反映了当时航空技术的共同特点 在N9-G型号之后 N9-L型号 进一步提升了导弹的性能 其导引头 采用了更敏感的T化音材料 能够锁定目标 并探测到飞机发动机 释放的热量 以及飞机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能 同时 N9-L型号的导弹前翼 采用了双三角翼设计 提高了导弹的速度和机动性 这种设计 使得导弹 能够从目标的后方 侧面甚至正面进行攻击 台湾在装备自身时 虽然主要依赖进口 但在自主研发方面 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 开发的天界二型飞弹 标志着台湾首次参与 空对空飞弹的设计与制造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台湾仍然积极推进 短程和中程导弹的研发计划 虽然关于这些技术的细节 官方并未公开太多资料 但外界普遍认为 主动雷达导引技术来源于美国 尽管缺乏官方资料 来详细阐述这段研发历史 但普遍认为 这一技术 是通过美国在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项目中 竞标失败的摩托罗拉公司的技术 和零部件转移而实现的 尽管美国在M7 麻雀导弹项目上 也与台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但天界二型飞弹的外形设计 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为了减少中程空对空导弹 对轻型战斗机空气动力布局的干扰 FCK一战斗机 采用了半埋式挂架设计来挂载导弹 从这一角度来看 中科院的一些产品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了美国产品的影响 然而 从模仿和借鉴武器技术出发 对于台湾来说 拥有与美国相同级别的武器力量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台湾将逐步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现在 让我们重新聚焦于 响尾蛇导弹系列的发展 N9L型导弹经历了重要的升级 其引导头被WGU-41B标准舰所取代 并更新了火箭发动机 从而进化为N9M型导弹 N9M型导弹的生产数量惊人 超过了26000枚 成为美军现役中数量最多的 响尾蛇导弹型号 其价格也随之从7000美元 攀升至13200美元 随后 M9R型导弹 对M系列的导引头进行了革新 引入了256×256像素的CCD阵列 取代了原有的模拟信号探测器 并配备了内置计算机系统 R型的导引系统 通过图像识别技术 能够精准区分 目标是飞机还是太阳 这极大的降低了 战斗机躲避导弹的可能性 成为M9R型 及其后续型号的重要特性 M9R型导弹 进一步发展为M9X型 它在保留92型导引头的基础上 对火箭发动机进行了更换 并增加了燃气舵辅助转向系统 这一改进 使得M9X的射程 从11公里大幅提升至26公里 并于2003年11月正式投入使用 M9X型导弹 采用了红外焦平面阵列技术 并配备了新型的红外影像寻标 与导引系统 同时 导弹的弹体 弹翼和控制面 都经过了优化和缩小 在发射前 导引系统可以与头盔瞄准器 及联合战术头盔系统 无缝对接 实现离轴发射攻击 极大的提升了飞行员 在空战中的目标锁定效率 经过试射 评估和超过3500小时的飞行测试后 M9X导弹 于2004年开始 被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装备在F-18C战斗机上 到了2005年第一季度 维神公司预测 未来20年内 M9X的总产量将达到一半枚 M9X一经推出 便受到了多个国家的青睐 2006年4月 M9F型导弹开始出口 2008年9月 M9X导弹再次升级 通过改进引导头和引信 并引入发射后 通过数据链锁定目标的能力 计划为M9X Block II型 到了2019年8月29日 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与雷神公司 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 推出了旨在接近 中程空对空导弹性能的 M9X Block II型导弹 这款C型导弹 采用了隐身设计和涂装 减少了挂载时 对战机雷达反射面积的影响 从而提升了战机的 隐身性能和生存能力 在M9X Block II型之后 雷神公司原本计划 通过增加飞行距离60% 更换新型弹头和引擎 来提升响尾蛇导弹的性能 并延长地面储存寿命 减少飞行中的意外风险 这一计划被称为 N9X Block III型 但遗憾的是 美国海军最终取消了 Block III型的开发计划 使得响尾蛇导弹的最新型号 停留在了N9X Block II型 台湾空军原先装备的 F-16AB型战机 搭载的是上一代M9PM型响尾蛇导弹 而未来F-16V战机 将配备N9X导弹 这款导弹采用了最新的 红外线影像寻标器和导引系统 不仅增强了抗干扰能力 还将导弹的寻标角度 从20度大幅扩展至90度 Block II型导弹更进一步 加入了数据链路系统 使得导弹在飞行过程中 可以通过链路调整轨迹 甚至具备发射后锁定目标的能力 飞行员借助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能够攻击在导弹发射时 还未进入其寻标器视野的敌机 一旦敌机被N9X导弹锁定 逃脱几乎成为不可能 至此 我们简要回顾了响尾蛇导弹的发展历程 从最初的N9V型到现今 响尾蛇导弹的总产量已超过4万枚 战机辉煌 共击落和机伤敌机471架 这一卓越表现 充分证明了响尾蛇导弹 在空中作战中的领先地位 有人曾感慨 罗玄奖飞机时代的机炮交火 是空中战斗的浪漫象征 而喷气式飞机时代 只需轻轻一按 敌机便可能坠落 这看似让空战失去了 昔日的格斗精神和激情 但在近距离空战中 暴力美学与飞行员的英勇无畏 在他们冷静执行任务时 依然意义生辉 尽管现代空战中 击败敌人 往往只需简单地按入操作 但空战的传统格斗精神 永不过时 2023年6月 加拿大成为首格向乌克兰 提供空对空导弹援助的 北约成员国 捐赠了43枚M9导弹 乌克兰在防空能力上的短板 使其地面部队 易受俄罗斯空中力量的威胁 因此 乌克兰急需增强空中火力 以应对敌方的远程导弹 无人机和飞机等空中威胁 这也解释了 乌克兰为何一直积极寻求 北约加大防空系统援助的原因 尽管乌克兰 目前尚未获得北约的战斗机援助 但对空中热源 极为敏感的响尾蛇导弹 已率先被部署至前线 至于俄罗斯方面 是否已获取 并解剖分析了最新型号的M9导弹 目前尚无确切消息 但可以肯定的是 俄罗斯军方正紧锣密鼓地研发新型武器系统 预计这些新武器不久后将面世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恩 词 我是怀宇哥 最后 nochm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